哈喽哈喽小伙伴们 今天呢是海风流浪中国的第11天了 第9天我们是在吉安这个地方 后来从吉安呢我们又去了长白山 从长白山那个地方呢我们又直接来到了长春 那为什么之前没有拍呢 是因为出了一小bug就是我的相机坏了 所以今天这一期基本上都是拿手机来完成拍摄的 所以收音可能不太好 大家见谅 来到长春这个地方我觉得应该算是一个修整吧 并且呢把我的相机寄回了北京去进行维修 所以在长春这个地方呢 我可能需要待个几天等一等相机修好 如果要是告诉我相机修的时间会比较长 不管等配件还是怎么样 那可能我再想到再找一个相机再继续来拍这样的 因为手机可能拍的质量还是稍微差一些 我还是想把最好的风景来展现给小伙伴们 OK现在这个是我们住的酒店 出来这么长时间了 在酒店我觉得也算是一休整日了 在这呢我把我之前的这些脏衣服都在酒店的洗衣房里面去洗了它 洗完了并且能烘干 哎这个感觉真好 这个就是缺一个防车你知道吗 如果有防车了的话 这些全都迎人而解了 但是呢像我们这种露营车camper 实际上它可以对路况的要求并没有那么高 所以怎么说呢各有优劣吧 OK那现在咱们带大家去看一下lucky的窝 这两天晚上他都在车里睡了吗 那车里的温度其实晚上那时候温度还是挺低的 都是零下了 所以我把助车加热柴暖给它打开了 OK带你们去看看 走着 我们的车停在这个地方 现在是下午三点多 天就已经开始渐黑了 到四点多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黑透了 每次呢我都会从酒店给他lucky接一些热水下来 温水如果水都放车里的话 那很快很快就冻着了 哎呀又让我逮着了 他竟然趴在 哎呀哈哈醒了 他竟然趴在我的副驾座上睡觉啊 OK来咱们先把狗放下来 然后给你们看一看 我觉得突然发现了一个改装不太如意的地方 lucky下来吧下来下来 哎下来下来宝儿 哎呀快来过来 lucky走了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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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呀呀可能这睡了还没睡醒呢吧 哎呀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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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下了我关门了啊 还不下了 哎大家看到这亮着红灯的这个了吗 呃这个亮红灯这地呢是呃我后家的这个古风机的开关 现在呢12他因为他是0到100嘛百分之百 所以呢12是基本上他那个战空比他调到了12%这样的 所以他能缓缓的往里出热风在这个位置 OK你不下了啊不下了关了啊关了 哎好嘞行嘞真棒 然后呢那个是一个开关 之后啊我们会发现 啊住车加热的开关在这个位置 所以呢每次我先开住车加热 然后再把后门打开 打开了之后呢把电小二的这个 哎大家看到了吗 这个DC的这个这个是接的呃我前面的那个小开关 那通过他给这个古风机送电 像这个其实消耗电量还是挺少的 我从昨天呃下午一直开到了今天这会儿 呃就一直靠这个古风机靠电小二来给古风机送电 古风机呢往车里面吹暖风 差不多消耗了9%的电量 所以他的消耗还是OK的 然后大家能看到啊 他的耗电是5瓦6瓦这个样子OK 那为什么我说不太理想 为什么我说不太理想呢 就是这三个开关如果要是都放在了一个地方 这样的话我用起来会很方便 目前我装的时候其实装的时候没有考虑那么多啊 装的时候就发现三个开关 我需要打开三个车门才能去控制 哎呀真的好复杂好复杂呀 但是呢其实能保证的一点就是车里面真的很暖和很暖和 现在的温度我估计啊至少是保证零上 那Lucky在车里睡还是很舒服的 哎呀稳 哦那儿呢 Lucky去树丛里面可能尿尿去了 哎 还行 Lucky很乖的 他其实不乱跑 前几天呢遛他呢 我都是晚上12点以后 呃我可能带他出来遛一遛 然后街上没有什么人的话 我就把绳给解开 啊 然后在草地上跑一跑啊 什么的 嗯 如果像这点遛的话 呃 一会儿还得给他拴上 要不然他真的乱跑 这个吓到人就不太好了 啊 长春这边其实现在很冷啊 啊 这样感觉体感的度至少很 非常非常低 尤其呢是手拿手机 我已经拿不动了 哈 就是动的不行不行的了 你们发现镜头有一些晃吗 哈哈 哎呀 OK 哎呀把车门关上 哎 助车加热 对 还开着 然后让他一直里面能暖和一点 OK 其实长春这个地方我觉得待的还是挺舒服的啊 我们两台车往停车场里面一放 还是不错的 因为这边都是被雪堆出来的嘛 我觉得越野车就别占用人正常的推干净的车位了 所以就我们一使劲就倒上去了 我倒上去的时候其实还好啊 取劲倒完了之后就发现车整个是 呃 这叫决定的状态 他今儿呢把那个车贴给贴上了 他贴了一个50零的车贴啊 大连广瑞 因为他是在大连广瑞呃 那边经常做保养嘛 然后并且在我的忽悠之下 他把后备箱的这个以苏族给贴上了 其实我觉得贴上以苏族这个真的很好看啊 反正我觉得我还是挺喜欢贴上这个的效果的啊 OK 其实像他这个车呃没有装后高盖的时候 把车顶杖放在顶上就能显得哎 真的车头好高 但是我那个呢 其实你装完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哎 还是很和谐对不对 如果让你们打分的话 这两个哪个分更高一些呢 小伯伯把你们的 如果是一到十份啊 把你们的分打在公屏上 别看lucky小啊 但是狗粮真的是不少吃 像我买的这种的 什么牌子我都不漏了啊 像这样的一袋狗粮呢 是2.5千克 也就是5斤 5斤的狗粮呢 我估计够他吃两三天 基本上也就没了 真的太能吃了 他基本上这一顿啊 我估计得奔着一斤的吃 到不了一斤也要七八两 啊 这个真的是好能吃的狗狗 但是呢 他长胖一点 吃的稍微胖一些呢 我觉得也挺好的 尤其在特别冷的时候啊 他不会冻着 飙肥嘛 对不对 其实看他吃饭真的特别治愈 啊 这个嚼得特别开心 真好 我还给他买了好多狗罐头 就那种类似于妙心包的那种东西 隔三差五的给他来一个 其实他也不挑食 这个我觉得就是养大狗还是挺好的 他真的不挑食 就是你给他吃完妙心包之后 下一次没有就吃狗粮 其实也是OK的 然后我觉得狗粮的营养也更均衡一些嘛 对吧 在长春那个地方 其实很多车都已经换成冬季轮胎了 现在虽然就只下了那么几场雪了 但是大家的风菜意识还是很强大 OK 其实后面那两个出败啊 那两个我就用不着冬季轮胎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饱满的三系啊 我们到这边来看一下吧 这边亮 OK 然后呢 大家能看到啊 首先这个轮胎 它胎纹这块全都雪花嘛 那这个我觉得应该算是冬季轮胎的一个标识 然后呢 我们往上看 这个地方 可能不太清楚啊 但是 确实它这个就是能看每一个胎块上面 全都是这种锯齿形的小细纹 像这细纹呢 在冬季尤其是冰面上的时候 它就能 有更好的一个抓地力了 这个就是冬季轮胎特别明显的一个特征啊 像宝马这样的后驱车呢 虽然后轮一定要换冬季轮胎 前轮其实也要换 这样转向的时候 它不至于打滑 对地面的这个抓地力啊 什么的会更好一些 OK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像现在我们用的百路池啊 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吗 百路池上面也有这样的小细纹 像这种小细纹呢 实际上它在 遇到冰雪的时候 它也不会让这个胎橡胶很硬 并且呢 它也能增加轮胎的抓地力 但是百路池和我们的其他的那种 所谓的雪地胎啊 其实它有区别的 类似于 如果你要是用这种的AT胎 全地形胎 具备雪地功能全地形胎呢 那你在走纯冰面的时候 你要把胎的压力打到稍微高一些 让所有胎块 那个篮 支弄出来 这样的话 这个是我经验啊 就是我也没有找不到任何依据什么的 但是呢 我每次走这样路面 我都把它胎压打高一些就OK了 这样抓地力其实也还好 那如果要是走松软的雪地的话 我们再把它压力降低 让这个胎壁的这一面啊 去 这样这个样子 让它去接触地面 这样增加轮胎的宽度 就可以增加它 降低它的地面的压强 其实这个就跟玩沙子是一个道理了 所以 这个是我的一个使用的经验啊 OK 这个和上一期一样 都是一个轮胎的小分享 突然想到了 那就跟大家简单聊两句 这个真不行了 动手动手 赶快回酒店了 Lucky已经回到它的温暖的窝了 车就是它临时的一个温暖的窝 并且呢 它还能给我看家 OK 朋友们明天见 明天的视频见